这段无声影片是七十年代初在越南李生席院拍摄的 母带已经因为水灾被毁 虽然听不到邓丽君当时的演唱 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倾心活泼的台风和用心用情的敬业精神 和在台湾跑场的时候一样 黄梅调仍然是他的招牌节目 改编反传演唱《唐伯虎典秋香》和梁山伯与驻银台的表演 尤其得到海外华人观众的共鸣 比如说他登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反应台一定会长或者交道 然后会细缝 那当时就男女的对唱像梁山伯驻银台可能就比较少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小声 那个时候差不多他出去做秀的话 都会唱这些所谓的黄梅调 比较多 可是他真正的 他自己的歌也很 他从一见一笑笑的那个歌 也是叫招牌歌 他唱那种歌就很轻柔 所以路边野花不要彩 这种歌 他蛮适合唱这种俏皮的歌 我们听到说 好 是的 爸爸 这个歌 那是 树